嗨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山友黃昏市場 是這一間眾多網友推薦的大方炸雞 平時看到很多人在排隊 今天終於沒人排隊趕快進來買 一份三角鼓 然後都是中份的就好 不要 真的是看起來炸了就非常好吃的樣子 營業時間週一公休 週二到週五是十二點半到晚上七點 六日也是 大方炸雞 因為我想說拍了這個也來拍一下你 你看他在打混 他在打混 不要啦不要啦大家可以來買生魚片 呵呵呵呵 你吃的是什麼 這個 喔有有有認證了 所以正在吃就對了 OK他推薦他推薦 好啦拜拜 好了我們回到家 那因為我們想要比較一下我們之前吃過很多市場炸雞 所以我想說我先把它回熱一下 就是用氣炸鍋稍微炸一下這樣子 對比較因為我們每次去吃的時候都會怎麼樣 他現炸完然後馬上吃一下 那這樣比較就比較沒有那個 公平性的這樣子 我先 把它裝起來 然後我們等一下拿去氣炸 哇我們今天點了一個這個我們看順便看一下 還蠻大一塊 對啊對啊 這樣35塊 這個其實真的是蠻多人推薦我 只是因為其實常經過的時候都 看到人太多了 那今天這不知道為什麼就 沒什麼人就趕快給他買 想吃他很久 對然後剛好那個時候我們在我們先買生魚片然後結果後來 小魚哥就跟我說 欸那個好吃嘛然後你看看他就在偷吃這個 對所以我們想說欸剩下沒人趕快買 好我來裝一裝吧 這個是什麼 雞柳 雞柳 哇 這是三角骨啊這是 那個觀眾推薦給我的啦然後說這個是他的三角骨 很好吃一定的一點 突然發現有點 我上次也是在市場口碰到我的學生啊也是去買這個啊 對啊所以這個是蠻多人推 對啊我們沒有買有時候是因為人排太多了或什麼都已經先吃點別的啊我們先試試看喔 好啦我把它丟進去啦 這個還蠻方便的 設定一下時間 沒有插頭 好來我們開始吧 稍微弄個最高溫然後 炸個五六分鐘 回問一下就好 對對對對 好現在出爐囉 好 我們看一下它油其實不會太多耶這樣子稍微烤一下才一點點的油而已OK 好啦我們已經要開始來吃啦你要先吃哪一個 這一塊 三角骨 三角骨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它三角骨特別的脆耶 你用一下那個表皮給大家看喔 烤烤烤的這樣子 反倒是這個比較軟一點點 這個雞柳 對 好我們現在來吃三角骨啦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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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的聲音 大家一直跟我講說要吃它的三角骨 三角骨好好吃喔 完了又沒買啤酒 你這個也好適合喔 對啊 喔這真的很脆耶然後 咬起來超有滋味的 好像餅乾喔 對而且它這個炸皮啊 有那種就是有已經有鹹度了 那個鹹度是很香的那一種 對很剛好 我覺得 這一間這個三角骨很強耶 好吃 好我們來吃一個雞柳看看 這雞柳啊我先挑一個中等大小 因為它有些很大有些比較小 這個是中等的 看起來是蠻舊的 對它整個還蠻大的 我覺得也是很好吃 它是屬於鮮嫩型的 很嫩耶 對對對 而且 肉汁蠻多的這樣子 有一點 好燙 有一點膠質感在裡頭 對對對 我覺得跟 關渡那個炸雞有一點像 有一點像 不完全一樣 但是有一點像 還蠻好吃的 它的這個皮跟那個是皮是 不太一樣 對它那個是有那種空氣感 它這個是 咬起來就是 它的炸皮香 它也有空氣感只是沒那麼多 對對對 不過它的 那個肉的部分啊很厲害 對 然後像剛剛三角骨那個地方 真的是非常好吃 皮也是很酥脆啊 超好吃啊 對啊 欸很強很強耶 好吃耶超好吃 對啊難怪每次經過的時候 人都很多 而且我剛買那一整包 才135塊 對對對 你看這一整個都是 還是淡水人覺得貴 我們以前在 食牌的時候 買那個大小大概就要200多了 這樣子一盒 我跟你講 在以前在食牌我們會買那個 雞媽媽 好我們就講就是雞媽媽 這樣子的話 就將近300 也是五年前的事情 差不多 差不多 喜歡吃肉的人 我覺得這個超推的 因為它 肉真的很多 然後它你 當然它這雞流 就沒有 骨頭在裡面 然後 整份這樣子 哇 咬下去滿滿的肉 然後 鮮嫩多汁 真的是很嫩喔 然後 很嫩 你看 多汁 沒對到 對 看一下 有沒有 油亮油亮的多汁 好吃 看一下 雖然說插得有點醜啊 可是 有沒有 這是腿排 很大怪 對啊 跟你的手掌一樣 對啊 以前我那個 就是 國中 國小的時候 最期待就是便當裡面有腿排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像它炸這樣子 哇 粉看起來很脆很好吃 所以我特別愛吃這種腿排 像我去那個 什麼肯德基我也是喜歡點這個 因為感覺肉比較多 就是很大塊看起來很爽 我吃吃看 哇好脆 好吃 這比肯德基好吃多了 真的 那皮不一樣 可是我比較喜歡這個 它這個 它其實它這間的炸皮很好吃喔 我覺得有比 你是可能說這像什麼便當店沒有 比便當店的那種炸皮還好吃很多 沒錯 而且它沒有油膩感 嗯 這個很好吃 而且它的這個皮都很酥 可能是我們剛才有再進去烤過 那 我現在講的就是我們已經 回來之後 然後還有去氣炸過的那個樣子 因為我喜歡吃熱的 我 什麼東西回來我一定要先 它不燙不好吃啊 對我 你一定知道嘛 就是我 我只要什麼東西來 我就一定要把它弄得很燙 我才好吃 所以我老公是那種 湯在 火爐上滾 還要咬起來 我就是要喝那一種的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 吃燙的那種才好吃 所以我一定都要比這樣子 那 大家如果自己吃的話 你就是一定要去熱一下這樣子 怎麼樣 你吃了這個腿排覺得怎麼樣 好吃 而且我吃腿排啊 更吃得出它的那種 那種腌料的味道 恩恩恩恩 對它好像有用什麼東西 它好像有用什麼東西去醃過 有一點中藥香對不對 對對對對對 恩 因為之前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有經過這個 然後就有人問說什麼 淡水沒有好吃的雞排什麼 雖然說這一家沒有雞排 可是我覺得這一間 這樣子很厲害耶 它好像有雞排 只是我們沒有點 喔是喔 好像有 我剛剛好像有 喵到 但是不是很確定 有沒有常客可以幫我們補充一下 不過這個真的 真的 我覺得是很厲害很厲害的那種 炸雞市場炸雞 它應該 可以講說市場炸雞 我自己還是覺得比 成績好吃 因為 以前可能我在實拍太常吃到成績了 成績可能還好 對不一定要有些人覺得很好吃啊 而且有時候我們那時候成績我都是 擺了一陣子之後 才吃的 所以 沒有在最熱的狀況之下 我好像去 石牌住兩年多 我好像沒有 有啊 你有試過 有我買給你 然後你 你不喜歡啊 我知道 我記得 對對對 因為成績是我們那邊開的 然後那時候剛出來我就去買 我是覺得成績還蠻好吃 但是我覺得我後來吃到這幾家 我都還是覺得比較好吃 這個也當然我覺得 比成績好吃 而且我覺得蠻神奇的 是它腿牌的味道跟 雞柳的味道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對對對 雞柳比較清新一點 而且我覺得炸皮都有點不太一樣 一個是特脆 這個是 它有點要跟它那個 雞肉啊 有點 怎麼講 欸 算融合吧 就是說不要口感差太多 然後有不一樣的感覺 對這個比較清新 然後這個比較吃得出它那種 就是有醃過的味道 對對對 好我們今天也是只有買這三種 就是 腿牌 然後三角骨跟雞柳這樣子 那這三個都特別好吃 而且我覺得啊 它這個 這個啊如果單獨啊 然後什麼 欸 譬如說有一個人他會做 會炒菜 然後會跟我們飯啊 然後跟他叫這個炸雞來賣飯 已經賣爆了這樣 不要這樣偷偷了 對啊或是什麼雞柳飯之類的 很強耶 你變大了想太多了啦 你去介紹的話 然後觀眾就會說這家的不是他自己炸 他跟人家買的 然後如果是三樣來說的話 我覺得三角骨是最特別最好吃的 因為 我覺得我很少能夠吃到這麼好吃的三角骨 這個適合就是愛啃骨頭的人 它蠻香的但是它的肉含量就是少 你買的就是三角骨嘛 所以不要在那邊講說什麼肉很少之類的 對對對它脆香脆香的真的很脆香耶 真的適合下酒啦 而且它骨頭都已經炸到有一點點可以咬的樣子 我最喜歡吃那個了 像我很喜歡吃金鮮的那個 炸雞腿 可是我講的是石牌那一間喔 我覺得每一間的金鮮都不一樣 我特別喜歡吃那個石牌的金鮮的炸雞腿 它雞腿的骨頭是咬的 掉的然後很舒服的 快看看我都會把骨頭吃掉了 炸酥了 所以如果有人看到我在吃雞腿 把整隻雞腿吃掉的骨頭不剩 那是很正常的事 吃 人不是 吃雞不除骨頭 好啦我們今天就先介紹到這邊啦 掰掰